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突然之间英国发生了一件政坛大事 新卫城刚才开除了他们的内政大臣 叫做柏斐文的职务 然后再由现在的外交大臣 去接任内政大臣的位置 好了 空了出来的外交大臣是谁去做呢? 就由他们的前首相卡梅伦去做外相 其实很坦白的 对于英国政治的事情 我自己就不认识太多 所以你说今集里面 我有没有一些很厉害的分析呢? 其实就没有的 所以大家都会看到 今集的时间就没那么长 比一般的影片来得之短 不过我也做了一些资料搜集 就可以去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内政大臣为什么会被人炒 还有这个前内政大臣 究竟他失败过什么呢? 还有就是说 新卫城突然之间找回卡梅伦来 原来有机会是代表了 英国是想和中国关系就更加紧密 不像之前那样大家在死对抗 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些见解呢? 稍后跟大家慢慢讲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旁边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还有记得按旁边的小铃 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英国首相新卫城 就在今天就隔除了内政大臣 拍匪文的职务 华尔和他日前在未经新卫城批准下 在英国的报章上发文批评 警方处事偏颇有关 知情人士就说 新卫城是要求这个拍匪文 是彻底离开政府 他也是接受要求的 由于内政大臣 你听名字 就算你不熟过架构 你也知道可能是属于 第二、第三把手 所以一个人走了 随即新卫城就要局部 重组内阁 于是就由外交大臣 去接任内政大臣 然后再继续外援 前首相卡梅伦就顶了外相位置 究竟一篇什么文章 是可以令到一个英国政坛 畏高权重的人落马呢? 这个拍匪文在上周赞文批评 为什么英国警方批准 去举行一些 亲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呢? 他说这个就是双重标准 更加就说 亲巴勒斯坦的示威者是暴徒 其后 帕匪文就被人骂到什么呢? 就说 你这样其实是煽动英国人仇恨的 因为英国里面有很多人 有些人真的是亲巴勒斯坦的 你就说别人是暴徒的话 你就就是煽动别人仇恨 另外 对于英国警方 为什么他们批准这个游行示威 你骂警队的时候 你作为内政大臣 其实都是损害着英国警队的声誉 之前已经是有声音 就要求新伟成就将他隔扯的 好了 隔扯之后 帕匪文也都出了少少声明 他就说 能够做内政大臣 是一生中最大的荣幸 不过要稍后时间才会交代更多 好了 首先大家要知道 以色列和加沙那边的事情 我一向比较少和大家说这方面的事情 不过 这里也要挖多挖少说少少 大家都知道 之前加沙特集以色列 然后以色列没有防备 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有些情报就说 以色列本身就知道 但这次唯独是这次没有去阻止 总之别管了 结果就是加沙特集成功 特集成功之后 就有很多以色列的平民 甚至乎其他国家的人 遊客 是因为这样而离开了这个世界 初时就因为画面太恐怖 所以有很多西方国家 是支持以色列去还击 好了 当时间过得越来越久之后 真相越变越明 就发现原来加沙哈马斯 因为一些他们的历史原因 和宗教原因 导致他们和以色列彼此有仇恨 已经有些人开始谅解 或者叫做理解 接着 再到以色列进行还手的时候 初时大家都觉得这个正常 你都要对以色列的国民有交代 但是之后就发现杀红了眼 他不是说只是针对武装人士 是基本上说 我要将你们整个种族 赶尽杀绝之后 基本上时间到现在 除了美国仍然坚持送军火 支持以色列之外 又送人之外 很多其他国家 他们的立场都有所却步 包括一些中东和西方国家 至于好像中国和俄罗斯 这两个大国 在以色列事件当中 由第一天开始 已经不断叫双方中立 就是叫大家不要再打了 大家坐下来谈 就不是说好像其他国家 看到以色列刹红了眼才开始转态 与此同时 特别在西方国家 同一个国家 就会出现了两派的支持者 有些是亲以色列 就认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是没有做错的 另外有一群人 就是亲巴基斯坦 就是说 不要再打了 加沙都不是说错了 大概概念是这样 好了 接着到内政大臣发文 就说 亲巴基斯坦那些人 都是暴徒来的 而且这篇文 是没有经过新委城批准 就擅自出了 大家要知道 如果一些没什么争议性的文章 例如说 支持环保 赞羊母爱的伟大的话 其实这些文章 交不交给上头 那个差别都不会很大 因为这些文章 你会知道 在社会上 你引起不了什么风暴 但是现在你的文章 是说 你去指控某些国家的人 是暴徒 是恐怖人士的时候 还要是说 你不让你老板看 你不经批准就出的话 后果是很严重 因为你身为一个 为乎权重的人来说 还要是说 你是内政大臣 即是表示 你的话 是代表了 这个国家的立场 和态度 所以说 是内政大臣 但是他这篇文章 是直接影响了 英国对外的外交关系 当然 国内也有很多 警队的声音 和很多 平民百姓 都是希望 这个 立场那么激进的 内政大臣 下台 还有 还有 英国本身的巴勒斯坦支持者 甚至乎 巴勒斯坦人 他们会怎么看你呢 因为大家要知道 对于一些中东国家的人来说 他们可能会试一些政治立场 会试他们的宗教 比起他们的性命更加严重 如果你说的说话 是涉足到他们的立场 涉足到他们的宗教的时候 你就想一下 他们会对英国政府 去进行什么反击 然后 也会对英国的治安 造成什么影响呢 直白一点说 你得罪他们 他们命都不要 都可以跟你揽炒的时候 如果你特意在自己国内 放一把火 你就想一下 英国的状况 会变成如何 是否会导致社会不稳定 然后大家不断去分裂 甚至乎说 一看到你包着头就害怕了 一看到你满年糊涂 再不是穿我这些普通衣服 是包着这件白袍的时候 走架不透的 对于英国一个国家来说 它是没有理由 也就是说 为什么要突然去得罪人呢 甚至乎说 这篇文章 如果你说 再被一些亲巴勒斯坦的人去发烤 如果他们再去组织游行示威的话 可能本身 都已经有机会 危及到英国自己的国家安全了 所以英国政府要在这件事上表态 一来就是叫做 安抚英国的警队 大家要明白 在一个国家 有机会乱的时候 警队是有多么重要 例如香港 2019年没有警队支持 究竟最后会乱成什么呢 所以英国政府 为了要在外交方面 有个表态 然后对内的 对警队 对自己的人 对亲巴勒斯坦的支持者 都要有个表态的时候 直接炒了这个人 当然 这里说得好像有文有路 对不对 不过网上也有些推论 咦?究竟这个帕匪文 他是不是特意出这篇文 博炒的呢? 因为连我一个中六学生 中六学历的都想到 他作为内政大臣 老油条 不知道多高级的学历 他怎会不知道 他这篇文不让老闆看 直接出的后果呢? 所以 他是不是特意去做些事 去逼他老闆 不得选择 必定要炒他呢? 因为大家要知道 就来英国大选了 其实坊间呢 普遍都是觉得 新卫城他能够赢的机会不高 大家可以想想 因为新卫城呢 他就不是说坐了四年 他也是说 临时临急去顶别人的位置去做的时候 他的班底呢 亦都是比较临时的 当然了 如果他有机会再赢到的话呢 很明显 现在的内政大臣 外交大臣呢 要嵌庄的难度是不大的 因为呢 在临时组建的时候 你已经找我 当你真的有机会坐正的时候 相信你都会继续去用我 就不会说默默然去换人 特别是一些比较大的职位的时候 但相反 如果你是临时临急找我的 我跟你一起坐在这些临时位的时候 而我发现呢 你下一期呢 你很大机会输的时候呢 将来呢 由其他人去做了首相的 那你想想 你自己能够去坐回元位的机会 大不大呢 如果这个时候 你去做一件激进的事情的同时 令到别人炒了你 那你将来去转身 去加入其他人的班底的时候 整件事就会变得合理很多了 还有柏匪文这件事呢 刚才我就只是说了个缺点而已 但是是不是没有人支持他呢 又不是啊 例如说 亲以色列的人就会去支持他 还有部分的英国人 可能他们不喜欢巴勒斯坦人的时候 都会去支持柏匪文他的言论 到其时可能也会为新班底 去带来一些人气和民望 所以大家都会在想 究竟他现在博炒 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呢 下次的时候就转老板 然后就继续去做他的内政大臣呢 另外跟大家去数一数 前英国首相卡梅伦 我就不懂得去分析 究竟英国的内政会变成什么 但是找了少少资料 卡梅伦在任职首相期间 他的立场是亲华的 大力推动和中国在经贸等等领域的合作 时任财相叫做欧斯邦 就在2015年9月访华的时候 形容英中的关系进入了黄金时代 并且就说了 英国可以成为中国在西方的最佳拍檔 大家就听到 当时是这样 那卡梅伦究竟跟中国是多好关系呢 对不对 另外在2015年 都仍是卡梅伦做首相的时候 在那时的10月 亦是再有中国领导人访华英 是中英关系的高峰 听到这个表面 大家就会知道 卡梅伦是亲中的 只不过他是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人 也未必是 因为他在2010年5月起出任英国首相 他在2016年6月24日进行脱欧公投 公投以52%赞成脱欧 最后通过了 之后卡梅伦引咎辞去保守党的党魁 和首相的职务由文翠山接任 之后英国陷入了脱欧的乱局 卡梅伦被指是似作俑者 所以你说去找卡梅伦 除了当然他能够展示到 英国是想亲中的状况之下 但是也会被人觉得 你找了一个这么大争议的人的时候 其实都挺恶搞的 因为这些人 你说52%的人赞成脱欧 但是脱了欧之后的缺点 都会在5年10年展示出来的时候 你说以前可能是等于52%的人支持卡梅伦 但是来到现在可能只有4成英国人支持卡梅伦 接着有60%的英国人 是因为他们受到脱欧的困扰 而令到他们不喜欢卡梅伦 所以新卫成去找一个这么有争议的人 这一步是险棋 特别就是 其实你的席位是还有3-4个月之后 你就进行大选 如果是打保守牌的计算的话 你应该找一些能力平庸也不要紧 但是没有太多匪民的人 因为能力平庸也没有所谓 你想想你的席位玩得多久 你不是说未来还有4年玩 你是说只有3个月 然后你还要有些时间 去准备大选诸如此类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 找一个能力低下的人也没有所谓 但是他仍然选择卡梅伦 表示他选择劍走偏锋 不知道是不是他认为 就是想表达给人看 我们英国变得亲中 希望可以得到部分的英国人支持 以及去打回这个脱欧牌 令到更多过往支持脱欧立场的英国人 在未来大选的时候 能够去支持自己 当然了 上述这些都是我自己的推论 刚才那些就是相对一些内政思考的范围 如果在外交上来说 今次申伟成就是说 他既不想得罪巴勒斯坦 亦都想透过今次的事件 和中国去拉好关系 不过总之都是那句 你任期不是只剩很久 你无论怎样都好 都是要大选就见真章 因为你现在无论做什么都好 只要你大选输了 其实你现在 你说找卡梅林也好 还是找清洁阿姐去做都好 都分别不大 但是无论怎样都好 英国的整体形象 在现在这一刻一定是变差的 因为你临近大选 你这些高级的职位 都可以换来换去的时候 其实比国民的信心就会低了很多 特别是说之前卓卫斯 然后又不行了 才换了你新卫城上去 现在你又跟我说 原来内政大臣又请辞 另外再补充多一个额外资料 因为这个柏匪文 他一年前都有一些言论 可以略略规探到他的立场和价值观 英国的内政大臣柏匪文 就在一年前在当时的星期五 接受太阳报采访的时候就说 将会採取严厉的行动去打击非法入境者 他说这个是卓卫斯内阁和所有高级部长的共同目标 柏匪文就说了 有很多进入英国的人 是低技能的工人和国际学生 而且他们还带着家人过来 然后他也说 这些人来到英国就不一定工作 又或者只能够去从事一些低技能的工作 他就说这些人对于我们的经济增长 是没有作出贡献的 他就表示在今年以来 即是2022年 已经有超过3万名的非法入境者 是抵达英国的海岸 是2018年全年的十倍 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个人是很现实的 即是平时的政客会挂在后面的 什么大爱、平等、人权 他全部没有的 总之就是money,i need money 你给钱多就可以叫你爸爸 所以在一篇一年前的新闻 都已经可以看到 这个人的思想是比较极端和激进的 大家可以想想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为了将来的跳槽去做准备 如果在下届英国的政府大选 不管谁赢也好 只要这个人有份的 可能是内政大臣 又或者低一级都未顶的时候 你就想想想 很多移英的香港人 他们未来的下场会变成如何 虽然英国你说 开放BNO5加1的救生艇 但这个人 似乎已经是想着 转态去到下一届英国政府的时候 那这些移英港人 他们的未来 是不是更加之惨 因为大家都听不少 很多人都在做一些低技能低产能的工作 就算你说我在香港 我是教师 我找四五万个月的 但是你来到英国 你又是做一个万多元的包装工人 所以在拍匪文眼中 你就是没用的人 所以是真的随时有机会 新政府当选之后 所有东西再变过 然后将一些香港人 不合格 没钱的香港人 踢回来香港都未顶 所以 究竟未来的英国 在一个政局 那么不稳定 和那么混乱的地方 还是不是合适移民呢 还有大家不要忘记 英国可能就来有很多的城市 会连环相计破产的时候 这个地方 究竟给你钱 你还会不会选择住下去呢 其实这一件事 真的很值得去思考 对于英国这个这么乱的地方来说 甚至乎 他可能会走蔡英文的旧路 就是怎样呢 蔡英文就是19年 经常说什么支持香港人 但是到了最后 根本你会知道 香港人是极难移民去到台湾 因为他们的移民局 会耍很多手段 去踢走那些人 就算你说 我护士来的 护士全世界都想要也好 不知道为什么 唯独是台湾都可以 把香港护士踢走的 不知道英国将来 会不会转了方法 转了手段 把香港人踢回来香港 对我来说 当然不希望见到这种状况 因为到其时等于 香港政府就要继续去养这些人 好了 今集的井仔 就是说一下国际时事 就来到这里了 我绝对知道 是说得不深入的 所以时间都比起以往短 还有 不知道为什么 一到夜晚 那条气就喘了 所以今天说话 又是阴斯世气的 不过我会在后台较大声 好了 那我们就明早再见 好 拜拜